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百看影坛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电影是《变文人》 影片开始的画面十分香艳 原来是为了庆祝女主变异女的最后一个单身夜 第二天,她们一伙人决定去野外happy 变异女和闺蜜小B池跳进了一个水塘弯耍 互相调戏后,变异女的大腿突然被什么咬了一口 变异女没太在意,万万没想到恐怖的事情就此发生了 变异女回家后面对的是讨厌自己的婆婆和自己无法生育的事实 她感到心烦意乱 这天,变异女正在和男主吃饭 吃着吃着,突然发现自己的听力竟然大增 她不敢相信地看着男主,忽然就跑去马桶上吐了 男主心里一万只草泥马 先想,老子跟你正在这吃饭呢 你看我竟然还吐了 变异女赶紧安抚男主说,只是有点身体不适 晚饭后,变异女准备用自己的身体讨男主欢心 就在两个人激情难耐的时候 男主不小心捅破了变异女的伤口 变异女吓得花蓉失色,跑去了厕所 这次,变异女开始不停地呕吐 吐出来的粘液更稠密了 而且,她发现自己竟然怀孕了 而她的朋友们在这个时候赶来拱住变异女 造人成功 可是,变异女突然下体喷出了一堆黄色的鱼籽酱一般的珠子 同事们看到了竟然疯狂地乱踩 变异女尖叫着不要杀我的孩子就醒了过来 还好只是一个梦 可是,变异女的身体发生了变异 就在这个时候,讨厌的婆婆破门而入羞辱变异女 被变异女用粘液杀死了 变异女的身体开始重化 闺蜜人头妹过来看望变异女 却没想到被失控的变异女杀死了 她的手竟然能像花洒一样 喷出腐蚀人的粘液 而另一边,另外一个闺蜜小壁池 趁绪而入在车里勾引了男主 秉着送上门来的不要白不要的精神 男主开始和她交配 却没想到这一切都被听力极好的变异女发现了 变异女决定开始复仇 随后小壁池就跑来变异女家送死了 可眼前的一切让小壁池当场吓尿 这些黏乎乎的像屎一样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变异女悄悄地来到了小壁池身后 玩起了捆绑扑类 并折磨小壁池 让她把男主喊过来 男主被隔空召唤术召唤了过来 面对眼前的变异女 男主吓得瘫在了小壁池身上 小壁池在一旁劝说被变异女杀死 男主和变异女扭打在了一起 男主用斧子砍伤了变异女 并一脚踩爆了变异女的头 可是被变异女的触手给折伤了 动弹不得 一周以后警察破门而入 却发现了奄奄一息的男主肚子炸裂 里面竟然涌出了大量的蚊子 故事当然不会这么轻易结束 某天运动女在跑步的时候 也被虫子咬了一口 新的故事正在继续 通过这部电影我们得出了一个道理 就是男人千万不能出轨啊 纽约也不会知道 自己背叛的人会做出多么可怕的事 好了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吧